部長好 這兩個問題想請教 一個是快篩 實名制的第二輪 接下來也要上路了 那想請教一下 如果第一輪沒有買到的人 他可以在第二輪買兩次嗎 還是說重新計算 另外就是家長確診 那他的嬰兒是快篩 陰性 那再來說他只要符合3加4應該就可以 可是就是收嬰兒的那個托育中心 就說一定要7天才有辦法回去 就是社會局 當地的社會局這樣子跟家長說 但是嬰兒也沒有辦法PCR 因為他是快篩陰性 那現在家長能怎麼辦 謝謝 其實在這個 我們這快篩實名制 稍微用以前 回憶以前那個口罩 口罩那時候有這個問題 說我這一輪沒有買 我下一輪把上一輪的量一起買下來 同樣的我們也是說不要 因為這每一段時間就需要 用的量 那那段需要的用的量就把它儲備起來 就好 不是說以前有很多次我都沒有買 這一次我就一次把它買起來 因為這是一個 時間嘛 時間過了就過了 就過了就沒有用 就是沒有用了 那 現在這段時間 所以未來在 這個快篩實名制也會一樣 你第一輪有買或者沒有買 那第二輪的話 就是在第二輪開始 就是每一個又重新再開始 起算 都是一樣的